那關西莫德納XBB.1.5以風車 早上已經開始住車 所有人都可以去住 這關數是表示 10月中過後 新冠疫情有可能會再起來 10月過後可能會19過風 到時候 一天就有2萬2千人 至2萬4千人去圍住 所以所有民眾 如果是可以在冠軍去住 另外劉甘疫情也在檢驗中 上禮拜是新增到11人死亡 如果今年當前個案最小的 是一個這四個過大的紅葉 加在這個小孩已經出現 住一家就在武宏 為了新冠病毒 六十多歲感染時 為了感覺新冠病毒危險 再去運動完之後 就關警告金屬去注射新冠XBB 早上剛好看到報導新聞 有報導這一則 有疫苗可打 我剛好路過這邊 那就順便進來打 沒問題 新冠XBB.1.5以風 從高級日落開始 至少到這段總結已經有十五萬人住所 並且從一開始開放六個月 大醫生民眾住所 一關是說新冠疫情 十個中順算在後的萬波請館 並且在12月底 預估在12月底的時候會達到高峰 那COVID的一個確定病例會達上波的一個高峰的一個八成 預估大概每天會有2.2萬例到2.4萬例之間 那新冠流感疫情也在新冠 上禮拜再來新增到11個流感四方的病例 都是50歲以上有萬性病的民眾 但你注意的是新增到34個流感病發動 正病在裡面 雖然今年流感規制最九個個案 是北部四個月大十個月 他們發生多天已經有達水 疫苗才的症狀 加在斷醫治療後已經好起來 水癮 雖然症狀困難 這麼危險的症狀 要趕緊讓醫生看來降級的病發檔情風險 記者 宋霍佛道